各位同學,現在是2018年DSE M2 M2沒有Paper12 現在是第三條 If Cotent A 等於三個Cotent B ProofSide A 加 B 等於兩個Side B 要注意的地方是,由這個位置組成 如果你想到怎樣組成,你的思維很厲害 所以,我會選擇由結果調整 我們看看 假設這件事 Side A 加 B 等於兩個Side B 減 A Side A 加 B 加 cos A 減 B 這份考試卷的方法也有這些方法 其實是可以的 可以檢查 可以調轉上去 即是這裡是可以來回的 接著,把二乘進去 乘進去都可以來回的 因為乘進去之後,跟抽出來沒有分別 你留意這個東西其實是跟這個一樣的 所以這個調轉過去 就只有一個cos A 和 B 這個減兩個,調轉過去變成三個 一樣的 你發現這樣加減其實是可以來回的 第二項 這件東西呢 我們全式除以 Side B 和 Side A 因為除以Side A 和Side B 這個就變成Code 10 B 三個Code 10 B 而這個就變成Code 10 A 我再買出來 留意這樣上去都可以 唯一一個結果就是 你的墳墓不能是0 但是,因為我們原本來說 我們應該是不0 所以它上下調轉 沒問題 最後這東西就變成Code 10 B 這個就變成Code 10 A 所以就是Exactly那個 那你發現,如果調轉過去 就能組成結果 這樣就完成了 好,我們看看B Part B Part是很明顯的 因為其實它很明顯 所以我告訴你 Code 10 DUT 等於三個Code 10 DUT 即是A 這個就是B 很明顯的 想要求你把它變成這個方式 變成這個方式 就有特別的東西出現 好,我們看看下一張slide 去討論一下 這個A,這個B 所以變成Side A加B 第一個是Side A加B 第二個是B-A 這個,這個,這個 這個 加出來,就是兩個X 加這個 而這個X就沒有了 所以X就無緣無故 變成只有一邊有 就變成Side Code 而X加 這兩個加起來是13pV18 5pV18-4pV9 就是-pV6 X-X沒有了 好,這個可以看看數值 這是-2分1 所以乘2就是-1 那就容易搞很多 第二個問題 就是要通過Given Domain 即Range 去了解這個 在哪個範圍找個X 這裡我把X寫完給大家看 X是0-90度 因為很多同學都比較接受0-90度 好,2X就是0-180度 然後再加13pV18 就是13pV18 至到31pV18 它負1,負1的範圍是這樣的 這個數字 就是270度 夾在裡面 又大於90度 這裡又小於360度 所以它唯一的就是270度 就是270度 就是3pV2 反過來找到X就是7pV18 只有一個數順 好,我們講完這條 我們看看下一條